昨晚上我女人跟我说 说在那个亮马桥 就是我们小区旁边 那个桥旁边 有一个做那个水煎包的 有什么胡辣汤 水煎包什么 哎呀我好久没吃煎包了 所以我今天我要去试一下 今天晚上他也准备做一下梅干菜水煎包 但是我想我自己先去吃吃看别人做的商业版本怎么样 大家说起煎包的话 我最想念的还是武汉的那个名声甜食馆煎包 这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汉街旁边吧 有个叫叫亮亮烧烤 他那个一楼的那个小档口 那做的那水煎包 哇操 那拍队 那真好吃 我还没在北京吃过水煎包 我来看看北京的水煎包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need 现在我们拿这种配锁的 挂个牌子叫电脑配锁 小孩子觉得很奇怪 这个跟电脑有什么关系 后来一看就是 左边摆原始的钥匙 右边摆一个模具 然后根据那个 原始的钥匙的那个 走的那个痕迹来模仿 跟电脑没什么关系 是一种纯机械的模拟 但是加上电脑觉得很牛逼 就跟小兽什么电脑看守相 电脑算命一样到底 水煎包有吗 有什么馅的 就有 那给我拿一份那肉的水煎包 我就吃包子就可以了 你坐后里吧 这儿是吧 这这一份是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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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这么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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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煎包 当然 它这个外表看起来比较可疑啊 跟包子不搭盖 跟我从小的那种水煎包煎包 完全处不上边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饺子一样 但又没褶的那种 一份十个七块钱 一份十个七块钱 肉馅的 味道还蛮好 但它那个酥皮呢 我可能拿的是属于边缘的 酥皮不是很酥 但是也有几个底下 比较酥 它就有点类似于 那种 就是质地很软 就像包子一样 像蒸的包子一样 然后底部煎的那皮呢 很薄 就是 那个酥皮啊 不多 整体感觉还是像吃 吃包子 跟我们传统的武汉的水煎包比起来的话 从性状上的差比较大 但是味道还蛮好 关键是蛮便宜 七块钱 十个 我没吃完 我吃了八个 剩下两个我没吃了 看今天晚上 女人做的 没在 没干菜水煎包会怎么样吧 嗯 好爽 吃完煎包了 来一口 我现在是用的摩提的远方浆果 你现在快来拿来吧 我一会就走了 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的 就只知道钱钱钱 能不能 金钻行吗 钻石 你在干嘛呢 我在和面 渣男对我太炸了 我要给他做点包子吃 是吧 大狼该吃包子了 是吧 对 要不然他怎么能告诉我 什么支付宝密码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花贝的密码 这是猪油渣 哦 塞 酒海了一个味道 真俏皮 真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呢 这面糊子可以啊 你这像加拿大一样啊 物广人行 你包了一会儿还要发呢 我知道你发你再发你不可能发得跟馒头一样吧 哎 不是够油吗 油我之前已经放了 那你不得煎一下吗 它是蒸熟了之后再煎的姐姐 哎 这种都非常好 这我包的飞劲啊 包的飞劲 你想想咱们以后出去摆摊 我旁边炒面 炒河粉 你在旁边搞个小炉子做水煎包 7块钱10个 你给人家10个这个大的 还是给人家10个小的 那赔的裤子都没了 那是吧 所以越小越好 你知道吗 耶 perfect 情况有有点不对啊 这包子怎么越来越大了 对啊 我是发面的吗 河北女人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实惠 啊 水煎包 第一锅啊 然后这第二锅 第二锅体积就煎小的很多 加油 耶 第三个了哟 梦梦 嗯 以后咱们 要在北京轰不下去了 咱们去搞那个三轮车 后面挂了两个煤气罐子 嗯 我就烤冷面 烤河北 你在旁边就做这个水煎包 城管来了 我们就分头跑 好 谁被抓住了都不可以出卖对方 卖水煎包能卖卡业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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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